大家好 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最近在华为Mate 50系列和iPhone 14系列发售浪潮过去之后 大家都在渐渐把目光聚拢到 即将发布的新一代骁龙旗舰处理器 骁龙8只安2上 并且都在纷纷猜测 首发到底花落谁家 目前分别传出小米13 Vivo X90 Pro将在11月搭载骁龙8只安2发布 但可以预见的是 摩托罗拉也会参与首发的争抢中 此前小米曾传出将首发骁龙8只安1的消息 在社交媒体上 小米也就骁龙最新芯片与高通互动 不过骁龙8只安1的首发最终被摩托罗拉抢走 虽然谁家首发骁龙8只安2人扑朔迷离 但是哪款最新搭载骁龙8只安2的手机最先通过3C 认证确实一清二楚 目前三星Galaxy S20 Seltra已经通过3C认证 它是全球首款通过3C认证的高通骁龙8只安2平台机型 但绝对不会首发骁龙8只安2 历史数据表明 三星通常会在每年的1月底2月初发布S系列机型 而首发骁龙8只安2 必定会在今年11月份发布 下面Tiger将结合最新资讯 带大家一起看看相较于S22 Ultra S23 Ultra会有多大的变化吧 3C认证中曝光的内容 只有三星S23 Ultra的充电速度信息显示 三星S23 Ultra配备型号为EP-TA800的充电器 支持最高25瓦输出 相较于S22 Ultra S23 Ultra的充电功率还低了20瓦 仅为25瓦 这是向着苹果看齐吗 要知道 目前主流旗舰手机的最大充电功率 都已经逐渐升至百瓦左右 而部分中端子品牌 充电速度甚至都已经达到200瓦 不过从大环境来看 苹果多年不变的20瓦充电功率 并没有影响自身全球科技霸主的地位 可能三星也是这么觉得的吧 不过就Tiger个人而言 一旦用过了快充 就回不去满充了 毕竟能在悉数时 就能把手机电量充到10-89的感觉真的很奇妙 除了充电速度被曝光之外 三星S23 Ultra的影像规格也得到曝光 三星Galaxy S23 Ultra采用两一像素 200P图像传感器 拥有0.6微米像素 1.3大DF1.7光圈 目前 三星已推出两款两一像素传感器 包括ISOS HP 1和ISOS HP 3.但是将在明年2月发布的三星Galaxy S23 Ultra不会使用已经发布的两一像素传感器 而使用尚未发布的两一像素传感器ISOS HP 2.综合性能相比HP 1和HP 3要更好 此前 摩托罗拉Moto X30 Pro就曾搭载HP 1 其色彩与夜景能力却是领先于其他同价为机型 三星S23 Ultra的这颗HP 系列的用户 终于可以放心的更换手机了 三星S23 Ultra将搭载的骁龙8站 二处理器 是骁龙8站 一处理器底升级款 骁龙8站 一凭借着三星4纳米的制程工艺 使得一大票搭载该芯片的机型 出现了经常性发热卡顿的情况 不过 后来骁龙8家因为改为台积电代工 其功耗下降了30% CPU功耗降低了30%左右 整体Sog的功耗下降15% 再加上性能的提升 骁龙8家成为一代神用 同样的 骁龙8GN 二也是由台积电代工 功耗问题不足为例 性能方面再次提升 相比三星S21系列的骁龙888 三星S22系列的骁龙8 三星S23的骁龙8GN 二的表现简直碾压 外观方面并不是三星手机的用户所关心的 因为每代几乎都没啥区别 外观硬朗 死边几乎等宽 超窄边框 这些特征俘获了一大票的手机爱好者 但不包括Tiger Tiger目前还是比较喜欢对称的手机 比如小米12SR 华为Mate50系列的 并且对直屏并不太感冒 用惯了微曲屏再用直屏 就会觉得十分的歌手 当然 Tiger还是十分认可三星的设计 也曾向周围朋友借过一台三星S22 体验过一两周 还是挺爱不释手的 之前 Tiger曾说过在2022年的这个时间段 Tiger并不推荐购买三星S22系列 可能是Tiger说的不够清楚 Tiger认为 眼瞅着三星S23系列即将发布 而且搭载台积电代工的骁龙八战 二 这么一个不会怎么发热的顶级芯片 干嘛还浪费钱去买一个过时的旧手机呢 更何况S22和S23的外观可能并无二样 不妨做个等等等 等曾经的落后芯片淘汰后再购入新机 使用时既不会卡顿也不会烫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欢迎您在评论区交流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别忘了订阅关注Tiger 我们下期再见